学校那边来电话了 说夏领导和老师 问答案关系你 让你好好休息 把链车关了 别动 您坐下吧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 女儿出事当天 给你打了两次电话 你都没有接 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接 我问你 女儿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不 因为她知道你常年在路上开车 怕有危险 女儿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吗 也不 因为我是个优秀教师 上课从来不带手机 可就在那天 在一点四十二分 一点四十四分 就在她下车前 她给你打了两次电话 可是你都没有接 我想知道为什么 看着我 回答我 为什么女儿两次救命的电话 你都没有接 那是救命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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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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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伟大的夫妻 女儿在向你求救 那是救命的电话 你可以放下那不管 你可以不顾她死活 你就是帮凶 一点四十四分 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 我怕我会忘记 我也怕你会忘记 我怕你 你知不知道 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你知不知道 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她一定是在车上 遇到了什么困难 什么她解决不了的困难 害怕了 可是你没有接 你本来可以救她 你本来可以救你自己的女儿 可是你没有接 我们都是凶手 你告诉妈妈当地发生什么 告诉我当地发生什么 他们都知道 可是他们不想告诉你 一鹏 他们都在瞒着我 一鹏 好 我们去嘉林吧 好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谢谢 谢谢